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三三味妙法 八千万劫难遭远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 真实如 阿弥陀佛 请看 好开心 我今天第一次来静会 为了纪念我们师父 愿迹三周年 培诗之前很久都跟我说了 我也是趁这个机会 我感应要趁这个机会 我就做师父的那些文集等等 读了一遍 要说些什么呢 后来就拿起自我出家 我靠出家的时候 师父就要求我 要化缘 化什么缘呢 要度众生 那时候对我来说目标太远了 我跟师父说 师父说 你给我那些时间 度众生 等我先自收缘 师父说 不是的 你先化大缘 好啊 没办法 因为师父说 做他的徒弟都要化这个缘 所以在师父的威力之下 我也化了个缘 但那个衣服就想想想想想 所以师父接着就告诉我 你去读书啊 你的师兄 那些徒弟 他们很多在台湾 你同意的话 我立刻帮你安排 我都没想过 我真的没想过 要读什么书 我打算在香港读书 就知道了 出家人 好好的修行 那师父 一次我没有答应 他两次 三次 我说 说到我后来不能推呢 一认识他 我听到他转身了 试完那顿饭 应该是下午饭 试完那顿饭 我都没洗完碗 他一转身在二楼 一出了我们的门 他就打电话给我台湾的使命 你快点帮他安排啊 定传要去读书了 对师父来说 我觉得师父最重要 就是要他的徒弟 个个都发愿 个个都要去读书 要发愿 要度众生 所以我这次的题目就是 以诗字会 几字 师父就是希望我们这样 所以他可以等你 师父等了我多久 等了我读完书回来 顶礼师父的第一件事 师父也是跟我讲这种东西 啊 言明子 就来开放了 就来撒症了 定传 你都读完书回来了 你都要做些东西了 师父 我做些什么 你只要认识我帮你设计 结果设计是什么 就是个学佛工作 师父就问我 拿起个名字 问我要学佛或者佛学 我说不是 当然是学佛 我们不只是研究教你 我们自己是失传的 哦 所以 师父很开心 那时但对我来说是振振兢兢兢 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亲近师父的人都知道 我叫定传 我是03年出家的 那叫做午前午后 跟着师父都十几二十年了 其实呢 师父虽然是男众 他不理你生活上面的东西 但是呢 在他们人生 哦 我们学佛的条路上面 我一个关键时点呢 我都得到师父的帮助 他提点 他都会给一些建议 或者他会很善意地告诉你 但是呢 要很耐心的等你同意 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哦 所以很感恩呢 回想起来 我很感恩师父 如果不是师父的栽培 我一个敢来向的人呢 叫我踏向王法利生这条路呢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在师父的耐心的 悉身的等待之下 在栽培之下呢 我都一直照着师父的安排 一直都叫做自利利他 虽然说得不好 那今次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以诗字会几字 那么这个 以佛心会几心 以诗字会几字 这个其实呢 是认顺法师呢 是传道的 他讲出来的 我们借用一下 那么这个讲座 我们会分三部分来讲的 那么第一部分呢 我们就要讲给大家 知道一下我们的师父的师父 他所清净的善知识 是怎样的 其实呢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呢 这个善知识呢 非常之重要 刚刚踏入这个福门 就是好像小孩那样 那你跟随的善知识呢 那个思想呢 你就会一直跟着下去 好像我呢 一踏入这个 刚刚出家师父要求我 要去法院 度重生 那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我一度的辛苦 我都要去挂置在三族 我发觉呢 师父的那个一生呢 其实呢 他一善知识 对他一样的呢 他的影响都挺简要的 第二部分呢 就很简单的说 师父一生的行刺 虽然有很多路菩萨 对师父的了解比我多 不过呢 我们都是 还有更多更加多的人 是不知道的嘛 那所以呢 趁着这个机会呢 将我了解的师父 这样告诉大家 第三部分呢 就是要讲 师父对弟子的交道 师父曾经呢 他曾经称过 三个的善知识 这个在明国时代呢 这三个善知识 都叫做很有名的 一个是持招律师 一个是元英法师 而是譚非老和尚 那持招律师呢 其实呢 在我呢 叫做 未开始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在我的印象中呢 我就知道这个名字 知道他是个大德 还有呢 我们受计的时候呢 三军五届呢 都是有这样的 安养同相 上次下周 老和尚 是吗 我都是依他受计的 因为我三军五届 都是在师父这边受的 那所以呢 我只是知道感到而已 但是呢 当我深入的了解下去呢 我发觉 原来他对师父的影响都没有了 那 那元英法师呢 我刚刚出家 2003年那时候 2004年初 师父就带我们去河南 他的家乡去搭关斋 有限个月 后来回来那时候呢 他就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 上海 经上海 在那个街上呢 穿了几条街上 他亲自去换的 他就在这附近 我们又前面走到校门 为什么呢 他可能刚刚在装修 前面是山寺 我们沿着围墙呢 就一直走走走到校门 终于看到校门要开 然后我就进去 那时候呢 师父就带我们去拜 原英老和尚 他说他曾经在这里读过书 找到那间 那间纪念馆呢 可能和我们 政委这间差不多这么大 或者大小小 都是一顿童咬 不过他前校呢 都是花园 架子动场呢 就是他们的寺院 那个才是寺院 那我们就是在外面 街道走这么远 摇了一圈 所以我知道 那接着呢 就谭虎老和尚 谭虎老和尚 这个呢 我们大家就知道得多了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呢 就是 称呼善者啊 就好像 毛终行那样 那样 虽然呢 不会 蓝湿你的衣 但呢 事事有乱 好 这些就是善者 在潜移默化 所以很值得知道的 嗯 那关于池州律师呢 我这些资料 是来自 色慧责 这个色慧责 就是澳门佛教 青年委篇者的 他有很多资料 整理都非常好 大家呢 如果有机会 可以进去 怎样去看的 池州律师呢 他呢 在湖北出家的 他刚刚出家呢 都是 学界律的 那后来呢 就回去他自己出家的 那个佛子呢 去修正土法国 他一生呢 旺容的是 教皇元首 行中正土 原来呢 他的目标呢 他最后呢 目标都是希望呢 为正土的 为归正土的 归向正土的 那那个律呢 四分是什么呢 就是四分律 都我们中国本土的 哨的界 在这里 哨的界 都是四分律 以四分律 为我们的 哨界行词的律 因为在佛陀的律典里面 是有五部律的 中土是四分律 律为主要 那唱歌呢 其实呢 就是在1944年至1946年呢 是 亲近这个老和尚 就是在他那里 办的那个 花街学院里面 读书的 一座学生 那我就会查了资料呢 原来花街学院呢 最初呢 曾经呢 是在福州办的 福州古山 因为我 习惯福建的 那我都曾经去过福州的古山 不过当时呢 就很想去 入去那个 老和尚去的那些纪念馆 但不过呢 没有人介绍呢 那时间又匆匆忙忙 就没有进去 只在外面呢 拍你三下 好 这个就有点 误为行 那我们可以 由他的著作里面 看到他的行词 他有做过 比利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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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菩萨界 就是说 他大小禅的界 都非常之注重的 那又 普愿行愿品 普愿行愿品 就是我们的正统五经 其中之一 阿弥陀经讲的 这些 所以 他行踪正道 池州律师的法语 这个是由他 想由他的法语里面 就知道老和尚的思想 思维吧 因为我们没有原生跟他 那我有由他闹飞的那些 发生死理 来看 那这个呢 就选了三段 最重要呢 我想告诉大家 大家听 他说念法 即时说法 是道众生 是报佛恩 下面这段呢 其实呢 是他的学生 或者他的弟子 写的 在他的 池州老和尚 开示录里面 就被我看到 那原来呢 池州老和尚 在晚年呢 在北京呢 除了他持戒经验之外呢 他都经常办法词的 在法词里面呢 他亲自呢 一夜呢 是几次的 从中下 从午 下午 等到晚上 可能 三次这样 开示 那看他的开示呢 就不是我们普普通通的那种开示 我觉得都很深的 我那时候 其中一篇 我都看了很久才看明白 那我根基真是差 那么 我想我给大家听的就是这样 那些老和尚呢 其实呢 他都是拜佛 一日里面 离佛三四拜 又是精尽勇猛 哦 最初他们离佛等下 都是拜佛 连佛 那 那 袁英法师呢 他是南浙宗 第四十大的全人 那 他曾在地行大师下 座下 就参学天台宗 和元首宗 元首宗就是 研究花园经 他是中门教客 所谓的中门呢 就是自己的修持 禅修的修持 教客就是教理封面 都非常之有中意的 非常好的 还有呢 他很留意的 栽培 下一代 出家的那个珍奇的元才 和呢 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呢 是刚刚我们打仗的时间 抗力日战争 和民国打仗那段时间 他呢 就扮了很多的那些 教者的那些 柳原演呐等等 这些 那我们师傅呢 就曾经在他扮的 原名广统里面读过 就是师傅后来 带我们去换的 终于换到的 换到那个地方 他说给我们听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读书的 那又叫我请一套他的 念仁经的讲义回来 这样研究 趁着带我们 上去怡口那里拜 鼎礼 因为呢 他曾经呢 就是中国佛教会的会长 由1929年开始 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因为中国佛教会 后来是搬去台湾嘛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在北京都有一个 那时候呢 他是第一届的委长 那他呢 就成立了很多佛教的 孤医院啦 慈医院啦 佛教医院啦 等等 慈善机构 这个很值得说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传统的出家人呢 都自己关在大山里面 自己修持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职业入世的 去教导的 教导的 教导的 去传播佛法呢 可能要 民国之后 太徽法师的 职业的 宣传之下 先渐渐的 好像现在 台湾 香港的 那个 驱舍 先行行的 就是说 谭虎老和尚 谭虎老和尚呢 对师傅的影响 就应该是 比较最深的 他是中年呢 才出家的 但是呢 人家的那个 经济不同 虽然出家 几年 减下 应该只有七八年左右 他就 成为天台中 第四十年 世代的全人 一代祖师啦 好不简单 后来呢 他就去了 北方 就见了很多的寺院 和每一间寺院 都有一间的佛学院 所以就 栽培了很多的真材 谭虎老和尚呢 后来就来了香港 但是香港就扮了 华南学佛院 那唱功呢 我们师傅呢 就都是四九年 来了香港嘛 那一九五二年呢 就入了这个 华南学佛院 读书 成为第二期的学生 和中华佛教图书馆呢 都是老和尚创立的 那老和尚创立的 那老和尚创立的 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 大家知道 我们师傅后来就 在这里 导众生 接养众生 做很多年 导他的王生 那这个老和尚呢 这个法尔齋呢 其实呢 想告诉大家 老和尚呢 老和尚呢 其实呢 都很注重慈戒 他都很注重 那个佛化的交流 他除了扮那些 真奇学院之外 其实呢 他在青岛的 那个 站山寺 他那时候呢 就是 来南方 邀请王一法师啊 池州法师啊 池州法师 是那样 邀请去北方的 是 去 跟人家 讲学 是 后来池州法师 就在这里 接了一个 寺院嘛 最后就 在那里王生 北京 是吧 安阳 是 其实呢 他给了个名字 就是坐地参方 这个之下 我们讲到 师傅都会讲到的 坐地参方 大家先有个印象 其实呢 老和尚呢 他是 天台中的传人嘛 他肯定是 宣荣的天台教义啦 是吧 但其实呢 他都很注重 念佛的法门 他昨天呢 写过这个 念佛歌 是吧 念佛好 念佛好 念佛乃是 徐身保 每日欲念 千生佛 三世之罪皆能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都有人 像师傅所称的 这三个 善致性呢 除了他们 好以三的办 这些 整体教育 制裁的 那些 种种机构 还有呢 他们最终呢 都是希望呢 会揭露世界的 不是排斥的 为什么我会 特别的提出呢 因为我出家的时候呢 有人跟我说 小小声的 在我耳朵边 我都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 我现在 好像晚上 中叉 是师傅 天大精神 突然间会走过来 因为师傅 那一晚呢 就在那里指着我 和大家说 这个是很快要 成为我的 入室徒弟 我好悦怨 那接着呢 有一个 男子呢 就走过来 告诉我听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他说 你怕他出家 我说有什么问题 他说唱歌肯定是念佛的 是吗 我不知道 我说给他听 但我都没有告诉他 我的志向是念佛 慌庸前途 我没有这样说过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人这样跟我说 所以我对师傅呢 就有点 有点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师傅呢 给我发号 要告诉我 什么时候 看到的时候 他联络到 那个 那个 容领佬和尚 他很开心 告诉我 啊 你就这次 入诗蛋出家了 剃头好吗 我心想 刚刚 我的心意 我曾经有一天看着 入师傅呢 哎呀 如果我入诗蛋呢 出家多好 原来师傅收到 没有了 哈哈哈 真的有诗蛋 他说 容领佬和尚呢 初一十五蛋城呢 他通常不出生的 不过他这次 答应我 哎呀我好开心 我立刻告诉师傅 师傅师傅 人家说呢 你反对念佛 师傅说 没有啊 你的 我的徒弟呢 他们收什么 我都可以 收蜜庄 也接受 念佛我也接受 这样 师傅跟我说 哦 那是这样呢 我心想安些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其实师傅不单止没有反对 他自己本身都是以这个 作为他日常的限制 那这个呢 生平摘要呢 就是很简单 大家知道 师傅是什么 十一月十五 二八年 一九二八年 十一月十五 这个日子呢 对我们来说 师傅的同理来说 很熟悉的嘛 因为在这个日子呢 不是师傅的寿愿呢 就是会浓烈 通常 十二十五呢 就会是天体精神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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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出家前 都参加了很多次了 如果跟随师傅很多年的 那些弟子更加知道 我出家之后 师傅都提到我 去了他出家的那个寺院 虽然小小的 但是呢 我问他们师傅师傅 我师傅叫什么 他那时候呢 就笑笑笑 师傅呢 不出名 师傅不要紧 他其实呢 他说 我的师傅 我叫师傅 师傅就是师傅的师傅 他说师傅的师傅 对他的影响不大 是师傅的师傅 对他的影响大 但是我不知道师傅的师傅 是谁 我那时候没有进一步文 因为在路上 后来我就想 可能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三个六个和尚 我叫他师傅 聖上和尚 剃道的时候 就被师傅的名字 就叫秦杰 不过我们的法 就是监典彼六牌 这个是至光和尚床牌 在北方就比较轻盛 那师傅就是1943年 受巨族界 曾经做过慈州法师的事者 在这段时间 师傅跟我说 他每天都替慈州老婆 想去放亡山 他说 他的度众生的那个法园 众生园 可能就是那时候结回来的 师傅曾经跟我这样说过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 人家安排我去 学过一些出席 晚货出席 我没有抗拒就是这样 那师傅这段时间 就做他的事者 跟着呢 我说过了 他是上海德国 亲近袁英老和尚 49年 新中国就来成立的时候 他就南下 就来到广东 背进去船 和他一个朋友在两国 他说两个没有买船 就背进去人家的船 接着来到香港 初初来到香港 当然很艰难 那个战争时间 东葡萄的法师和尚 很慈悲 慈悲王就接收了他们 后来他就去了泰国参学 所以我们现在的 那招祖福的那个 善天女奏 那个调 师傅说他们是 由泰国学回来的 那我就发觉 是啊是啊 不知道是我们唱惯了 现在听起来 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唱的 这段到1966年 这段我是参考 佛青的三十年的专刊 有时间中都会听师傅说过 刚刚出家的时候 师傅经常会和我们 说一些他以前的事 不过这些校名都很艰 就知道校名 但这个校名就不听到 这么详细 后来就去找到这些资料 更详细一点的 这段就是在三十年的 慶祝那些刊 刊里面摘要来的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当时师傅还是导师 这个做篇文 在那些佛学的文教头 这段师傅也和我们说过 曾经扮过书院 自己做校监 我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听师傅说过 那时候真的没有智慧 我问清楚 但是知道师傅他的志向是这样 因为他曾经和我们开过玩笑 他说 啊 你们以后回来 我们还在屯門 扮个佛教那些佛学院 我说 师傅 你这么大的志向 他说 是啊 我这么多徒弟不用去请 啊 谁做什么 谁做什么 在他山莫庄呢 好像都有一个男徒 不过这个男徒就没有实现了 原来师傅曾经都扮过 在学校 不出奇了 师傅和佛教青年业会 开始的缘分 原来是1977年开始的 通过佛教青年业会 都是一个做员 那师傅就大展鸿途 就在这个香港 我们香港做了很多 教制世间的 一些独众生的事业 那又收了很多徒弟 出家再家的徒弟 那我们这儿呢 是师傅曾经担任过的志士 那值得提的是 那个天台精神呢 我都是在天台精神提图的 天台精神和核实精神呢 应该就是我刚刚我出家前的一段时间 刚刚才收到的 曾经师傅维修那个大红典 都发过远 但是很多人都见过 后来就又说 个个要收个邪波 几多百万 师傅忧愁到那时候 那段时间都逼了 后来才买到这个 那笔钱买了银银纸 这是我出家之后的事 后来就有了圆明子 师傅就说 在圆明子里面 我们扮演八军斋架等等电剧 那这个就很符合师傅的意思 当时师傅 哇 我们都说师傅 你有东西做就越来越精神了 真是 如果不是呢 一停下来 他就想做一遍 最记得呢 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刚刚出家的时候 师傅经常去大约团 一会儿去加拿大 一会儿去大陆 一会儿去哪里哪里 每次去 好像好好动动 但其实中间的过程 非常之辛苦 我去过几次 每次回来都告诉师傅 下次不要叫我 下次师傅也是叫我 定存了 我要去哪里 我就说师傅 师傅说我要去 我试着推他 师傅说我要备课 我要去考试 考入学试 去台湾读书 我又准备备课 他说 尤其是要去加拿大 师傅跟我说了几次 你去吧 你这次都跟去吧 我说不去呀 师傅 他说 现在我还有体力 周围去 以后我老了 我不动了 就是你们要去 我们要去看团 不过现在我们 没有这样的能力 又是时四 幸好我们有少少空间 给我们自修一下 都这样 不过师傅的理想 师傅理想就是这样 他用种种的方法激离你 促进你 一个好像我那样 没有用的人 最终都被他送上 拱经的拱台 所以很感恩师傅 有生必要死的 最终师傅都很不舍得 在2019年6月21日 就离开了我们 到现在都三年了 那虽然师傅离开了 但是师傅呢 他的精神呢 和他的发生事 都永远地 扭转在这些世间寺庄 师傅的徒弟 和美丽的合法者 我们大家都可以受荣无求 那总结师傅的一生 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努力的实践 他的善知识的教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前的出家人 其实和师傅 在我看很多高尊传 那些看起来 我觉得是不同的 我记得师傅常常都说 他们是什么 革命和想 那当时师傅每次说 他的革命和想 我都有个问题 是怎样革命的 后来到了荏光 读了那个真奇制度 之后呢 我才知道 是呀 真是 因为师傅他们走的那些条 就是和我们 传统佛教 二千多年来的路向 是进一步的 将佛教 推动世间 虽然呢 没有好像台湾 先问大师 等等 他们敢出名 但是我们师傅都是前锋之一 冲锋 成为前面的一个勇将 师傅曾经说过 台湾的那些大师 先问我又想 善严法师 其实呢 都是师傅邀请 包括正光法师 最初都是师傅 邀请他们去香港 和大家宣讲 说法 之后呢 开那个 恐惊法会之下 他们才慢慢来这儿 就办了道场 等等 大家呢 有个见到呢 坐地参访呢 我也在这里特地提醒 大家 这个其实呢 就是航校选哪个 彭威老婆上 是吗 以前呢 我们要参学呢 出家人呢 要去人的道场 要多远 要参一个善知识呢 虽然交通不方便呢 但是呢 都要 那些出家人呢 都要自己呢 去沿路 一边黑色等等 一边去到 他善知识的道场 去参学 好 但是呢 那个 谭威老婆上呢 他是 大陆呢 他初时呢 他就是改变了这个方法 他就 由自然 出面 就去请 著名的 老婆上 大德 这样来 比如说 青岛啊 等等 这些地方 去给 东地的 真属 以众去参学 去参学 去参学 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 以前是比较少的 师傅 在香港的 那个最初的 王法呢 其实 都是 都有 踩住这个方法 接着呢 我们 香港的 那个佛教 是不是 卿成了很多 这个 我觉得都是一种 功绩 我们师傅 道众生的功绩 讲了 师傅的心量 我们师傅的心量 其实是很大的 要让大家一起 我们大家一起行菩萨洞 教化众生 好 那师傅的功课 又讲了 师傅 他做完课呢 我最记得 做完课 是师傅自己带的 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 如果师傅经常去 学习精神的 我是主人学习精神 师傅经常去 学习精神 做完课 我也是一定会自己做毁落的 接着其他人呢 我们打木耳 小木耳 有时呢 我们那时候 刚刚出家 那个师傅来 那个人不敢去打木耳 就往往去打 我有气壮 其实 一定打得不好的 因为我 我连那三阵的 开头的 那三阵的 定山木耳 都是师傅教的 我师傅亲自教 那时候呢 我们做早晚货 烧亲自做毁落的 那段时间 我觉得很开心 每次走货 就刚刚唱那个 毁头天站 那个站 哇 太阳 就是刚刚有个竹 我看出去 我们学习 看出去 那竹在里面 跳出来 很厉害 我每次见到 都会非常开心 我整天 每天 看过 我一天 那一天 我就非常有精神 很开心 甚至 我们做晚货 会唱得 非常发起 但是呢 师傅真是对的 如果第二个 觉得也是普普通通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很发起的 那师傅呢 又有另外一个特点 他如果在天体精神 多数什么时间打过去 都是师傅自己接电话的 所以要亲近老和尚 是很容易的 那师傅呢 他在晚年 他少了些外言 他自己 不敢多的外言 他就怎么说 一个钟 一点钟 一个小时 就拜佛 一个小时 就打葬 这个是师傅的想法 师傅说 拜佛呢 就是运动 打坐呢 就是正心 用心知道再正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师傅自己都说 他的修行学患是什么 禅正双手 什么叫禅正双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在学佛文 答在第三查里面 他就这么说 他说 他说 由年末清初开始呢 高增大德呢 都是提倡禅正双手 他说 我都是禅正双手 就是打坐死呢 就是收禅中啦 那其他时间呢 就正统中 正统中 正统中就念佛啦 他说 有人说 禅正双手 但是 是有蒙团的喔 对一个 未三日佛门的人呢 你可能不知道 有什么蒙团 好像我刚刚 拍三学佛的时候 都没剃头出家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在佛前呢 就发现 我都是要禅正双手 好像听到这个名词 就自己都很相应 禅正双手 后来才知道原来禅正 包括了其中两个宗派的喔 一个是正统中是拱有 禅正是拱风 两个好像有些扯不准 是吧 为什么会把他拉在一起呢 但是我们 很多古德都是禅正双手的喔 你继续看下去 就有可能的了 在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呢 同朝的时候 是最兴盛的嘛 后来就做些八大宗派 八大宗派呢 有一个解种 说出他的特色 物肤 禅贫 方便正 等等 那禅贫呢 一听到禅贫呢 是不是修禅的人都很贫呢 很害怕啊 但不是的 他意思是说 你修禅的人呢 其实呢 你是修理的三个地方 你不需要太多密质的支持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三男的树下啊 你在室内室外啊 室内就条件好些了 都可以打坐的 穷都不怕 好像很多大德呢 在山上被关呢 一夜 一餐还是这样的 牧鼠之类的 那些山上的 或者野果 他都可以这样生存下去 这样整得到 因为是不定之路呢 是无穷的 美尔哥 入了定境之后呢 这个世间一起快乐呢 五肉之类呢 和他相比呢 相差太远了 封便正 什么叫封便正呢 原来呢 修正道呢 很简单 很方便 一句阿弥陀佛 我记得我们在佛学院 一进去 我们每个都要入轮植 去带鸟的嘛 哇 一见到那个锅这么大 要开锅的时候呢 就要点进去 用煤气嘛 以前是烧柴的 不过我去到那时候 你是烧煤气的 那要点的时候 一个长着的窗 那样点呢 哇 很惊讶它突然的 那一刻 那每次呢 一点都会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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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事了 没有去下山 我都很开心 那些炒菜呢 不记得 不知怎么做呢 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煮出来都很好吃 个个都吃光了 没有整 哇 很开心 煮粥呢 煮粥呢 煮的粥呢 尤其我煮的粥呢 不知为什么他们说 个个呢 没吃之前都知道 一看到粥就知道 啊我知道 哪个煮的 原来呢 煮的呢 很透明 是很好吃的 但是每次呢 轮到我们 我们是点做 最后吃的 我们一进去呢 都 粥都没吃的 我自己很少吃到 不过 煮粥的样子 那个粥水的 那个透明度呢 原来很漂亮的 尤其是番薯粥 应该是很好吃的 从一手告诉我 你煮八颗大颗 迟下呢 煮到最后呢 要十二颗 你说 加多多少 都是吃光的 吃到我们呢 很多时候都没得吃了 那其实不是我这个 原来是佛号 我一边煮到一边 因为怕那些煤 那些煤 所以一边煮到一边 一边煮到一边 那些煤 在有佛力的加持之下呢 你不懂都变成 你又平安 又住了又好 没有 大家家庭主婦呢 在家里都可以试一下 你的心境又平静很多 那这个呢 就是告诉大家 佛教呢 又是谁同那时候 佛教的大兄 十几个宗派 到现在呢 主要呢 就要善政 这两种作为代表呢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 是因为呢 是这个 法难嘛 我们佛教史上 有几次的法难嘛 尤其是那个 维冲的法难之后呢 那我们佛教的志愿 被摧毁啦 出家人呢 被逼走入幻属啦 或者归入三难啦 很多那些书籍呢 就大量被消毁啦 那如果作为天台中 华盐中啊 这些很大步头的理论 都消失了呢 要继续去研究下去 就少了啦 是吧 就有困难的啦 反而呢 是禅中啊 正统中啊 这两种呢 大家说 都很方便的嘛 又是三地法门呢 就漸漸地取代了 给大家很喜欢的 一个修行法门 就算禅中呢 你看我的那个 叫做正统画文啊 哈 YouTube都会看到 就算禅中的很多祖师啊 尤其大部分祖师啊 他们呢 都密密地呢 归向正统 为什麽呢 尤其开悟了之后 就是 因为如果佛裂的加持呢 其实呢 就快很多的 不需要经过三大 阿正奇结的修行 你即身 你去到极乐世界一 你即身呢 就好而成佛 而且呢 那些将会少 那这个呢 我就想 引个那个 应光大师呢 来证明 我们师傅讲的 那些 刚才讲的那些说话嘛 两个宗牌 一个禅中 一个正统中 好似 一个拱友 一个港匡 那好像没什么 那样的 那为什麽会变成禅静双修呢 应光大师讲的 他说禅同正统呢 是你本无义 如果说世修 其上就是天树 这个是向里面的嘛 要追求这个禅修的景 是我们的 自信份嘛 一个是靠爱意的加持 就是孙英词 名 靠生正统的 但是呢 在禅中呢 一定是靠智力的 你靠智力呢 就一定要大刺大悟 你才可以超生死 这个是对我们的 活化时代来说 是最难的 但是正统中呢 我们就可以大叶往生 在佛烈的加持下 大叶往生 这样就可以 永出生死 还有呢 念佛呢 如果由慈名念佛开始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开始呢 我们可以念到什么 念到胸 实上念佛 而且呢 念佛呢 有叫做三妙禅 所以呢 这个禅呢 其实是说 这个三件的接截 那这个又是 一人师傅的 学法答案 他说 活教最终呢 无论你收哪一宗牌 你最终呢 都要明白空的道理 都要看破放下 这个就是 所谓的开五五之后 为什么我们要更加去修正土 转修正土就是这样 如果真正理解了佛法呢 你就可以有念佛 有参善 这两个人呢 是原用无碍的 就不会冲突的 但是呢 参善的人呢 就很少念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用慈名念佛 因为念佛大师 大家知道呢 他是正土中的祖师的嘛 他又说 如果用善家参念佛是谁呢 意思就是说 你善政双收的话 你如果是打座的时候 参念佛是谁呢 你属失正土的宗旨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 因为念佛是谁呢 我们是要求自圣佛显露的嘛 用弱变的嘛 那我们念那个六字同名呢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是靠爱烈的加持的嘛 一个是女一个是爱的嘛 但是呢 如果你改 怎样可以善政双收呢 你前秋那时候 你都是念佛 念佛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在延命寺呢 师傅经送他 叫我们去带白君仔的嘛 一同教你啦 一同呢 就会带禅收的 那时候呢 我多数对人家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熟悉的 自己很拿得起的 那个禅收法门呢 你就用这个 念佛 念佛呢 我就不会叫他们参念佛是谁的 我就会叫他们念阿明陀佛 阿明陀佛 你要配合呼吸都可以 阿明陀佛 但是呢 我通常就叫人家是自然呼吸 你自然呼吸就专注在念佛好 那念一下你的三十平静露 这个就达到禅收的那个效果 是吧 给我们新衣呢 就一个停断 一个休息 念佛一生是吧 灭罪河沙是吧 哎 我精神专注了 我好像比较开心了 精神逆逆的等等 我这些就会出来 但是呢 我们最终是想怎么样 了生死的嘛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那个目标 那生命化师都是类似师傅说的 或者那些大德的那些意见一样的 但是呢 他就一个康一个人嘛 但是呢他就说 其实都可以不排斥的 那以禅收的方法做一个定心的基础 培养你的正念 你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散心的念 但如果正念去念呢 功效更大 由四次到二次 通过这个定 求生正土的念品呢 就更加高了 更加有保障了 一举两得 每名大师呢 大家知道 很有名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禅师 化眼中的三种 又是我们正土中的第六种 他就有一对各个参禅宗的念品 就有四种翻盘的 他就总之四个解证 来说他的好处 利备 有禅有正土 有与大国府 厌世为人师 乃生做佛祖 为什么乃生做佛祖呢 你念品呢 靠佛的加持就可以去到世界 做成佛无忧了 这个是禅政双修的 有禅有正土 有禅有正土 就只是修禅的 就要靠智力了 那阴境又完全 大家知道 阴境 这个在寧言经里面 有五十阴摩 是吧 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是 有很多种种的魔杖 穿了禅的境界 不是太空了 人家修禅要什么 佛大佛枕 摩雷摩枕 你什么境界呢 你都不可以穿着的 那你一穿着呢 那他穿着的奉下 接着呢 就着魔了 所以呢 你解脱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呢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欣经浴远前 你如果到第四、第五 那你都会 别与其他人 去了哪里 去了六都轮回 那就很可惜的 你看那个 那个 应光大师的住作里面 都会发觉 他举了很多很多 禅师的例子里面 都会说到 那我在正土画云里面 都有 引给大家听的 是 那如果是 没有禅有正土呢 就万收万人去 但得见彌陀呢 何生不开悟 你没有禅都不怕 大家觉得是比较难一点的 是吧 比较利根断治的人呢 才可以收到的 是吧 那正土呢 是三岁至八十岁 你有三年呢 哪怕一句阿弥陀佛呢 都不会空过的 都中了这个感光种子 那万收万人去 你可能今世不去 中了一世都会去 是吧 但是我们主要是 收正土 如果自己说你是收正土的人 我们就是目标的 就是什么 监生就去极乐世界的 好 你要记得 如果不是监生去极乐世界呢 就是这个情况 无善无正土 铁藏兵铁鼠 万劫已千生 无个人依辜 这个呢 不只是说那些 没有学佛的凡夫 是说呢 很多 收其他法门的 不是收正土法门 是收其他法门 但是呢 又没有能力去断划 竞争 所以呢 你下一世呢 就会 怎样呢 就招减来 迎天的福报 好像都不错 是吧 有些人的目标就是 学费的目标就是 为了历史更加好 他们更加好 不是出去深界 是迎天的福报 但是呢 这些正正是我们古德所说的 三四议员 如果再没有那些 世间政协被栽培好的时候呢 再下去呢 那一世呢 可能就会很差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监视又收行嘛 那你都是遗兴一些福 可能没有开智慧 可能智慧很少 但福一定是有的 那迎天福呢 是有个中的嘛 那你再赢的话 就会怎样呢 有福报智慧的时候 智慧不是申保的清正智慧 是吧 不是我们解脱的清正智慧 你真可憐了 五诱就拖着你 越行越三 你下一世呢 就一定去深厚道了 有牌才出来 那所以呢 这句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呢 在我们这个五座恶四 这个末化时代呢 是很重要的 师傅就继续讲 因为师傅非常之留意 我们要怎样 所有人呢 就要什么 要理解佛话 他说 有些人说 修正统中呢 就 从而人家要专修 是吧 只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说 这样 对不对啊 如果不理解佛话的话 只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呢 就好像读书人 死读书那样 得不到究竟的受养 这个是指大部分的人 如果人家善根特别的人呢 可能都会有点例外 很多都会有点例外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要怎样呢 要广的学 那么专修 学要广的 讲到修行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正行 一个集行 正行呢 如果是对念佛来说呢 正统中来说就是念佛是正行 是吧 那么集行呢 就是其他的 读众大圣经典啊 修复修会啊等等 这些都是集行 这个集行呢 更重要呢 师父为什么说呢 只是一句念佛呢 只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觉得是不究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有业障变呢 起呢 就收不了了 是吧 很多人都有告诉我 师父啊 哎呦 我一念佛呢 就没有念佛徽 是吧 嗯 这些就是业障变咯 如果业障变咯 如果业障变一起 你要怎样呢 你便要用其他的 赤罩啊 拜佛啊 参佛啊 等等 来教你咯 是吧 最终呢 你都要回来这些佛号 是吧 因为这些佛号 才会被我们解脱的嘛 所以 他又继续说 一门三日呢 只要看一本经 念一句佛号 那师父是对这个 是不震神的 有些人呢 告诉我听 师父反对人的念佛呢 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这些点呢 他们到天土说 就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师父就是 叫人家 学要讲 收就要讲 要讲学多文 等你呢 上路了 你把订阅来啦 建立了自己的修行基础了 你接着呢 一门三日 那所谓的一门三日呢 你看到那些很多老和尚呢 他们晚年呢 都是一门三日的念佛 尤其呢 你看到刚才那三个老和尚 是不是笑了 他们的 他们晚年是不是都是很精进的念佛呢 他们其实呢 他们修正都很好 事不修的 又好又修又整 是吧 跟着呢 他们呢 荣耀的经论呢 都是 《黎言经》啊 《华言经》啊 这些大部 是《经王》是吧 他们教你都很精通的 但后来他们都归用一句佛号 归用阿弥陀佛 这样会往生西方正途 为什麽呢 因为这个就是教你到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就可以一门三入了 所以为什麽很多人开悟之后呢 就回到西方正途 就是这样 就帮助你很快的很快的成就 那不是习行不重要 习行呢 可以消贈免难 可以给我们更加专注的 可以消贈免 可以消贈免 那这个呢 多舍六根正念相解呢 这个是 刚刚见到师傅这句呢 我就把它拿进来 那其实呢 这个不是说 眼、耳、鼻、舌、身 都念佛那时候都不理 不理 有些东西都非常自私 不理 家里 自私 都呢 所有的人都要 会自己断断的 是吗 那些就错了 其实呢 都舍六根正念相解呢 是叫你呢 要守护根本 这个阿贺经说的 所谓守护根本呢 就是不是说你眼不看东西 耳、不听东西 是叫你提起那个正念 你见到的色 好的、壞的 不会贪着、黏着在上面 好吃不好吃 你不会只是比喻的 好吃不好吃 操控了 起了你的潜水 你就变成给食物 不是你吃东西 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 那现在回来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师父对我们弟子的教导 师父的违信是什么 他就说 他说心胸要绑大 志在黄化离生 师父也说 一死人 他就 最重要就是说到这句 不靠明文利用 在2018年11月 这个延明子役的那个寿宴上面 师父说 做不做仇呢 不重要 对我们出家人是这么说的 对归时当然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最重要是 利用那个时间 这个空间 让大家嘴一嘴 来听他 宣用佛法 在这个寿宴上面 师父的开示 就是对着 我们师兄弟 大家 师父的徒弟 跪在师父面前 师父就这么说的 他个个 第六有情 有出家人 不要忘本了 师父就故意说 他说 回省守智姐 割爱此所谦 出家洪圣道 厌度一千人 这个好像很爽 那时候一听 原来就是我们出家太太太 那时候念的 师父一定有这句 师父叫我们 帮我们太太太 在一边唱这个解纵 大家一起唱 一起看 一边看 虽然那时候 蒙蒙董董 都有些少许印象 一听就很熟悉 那师父说 不要忘本了 你始终要这样做 师父就这样 对我们最后 对我们弟子的祝福 师父更加说的话 假使顶带经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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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床座片三千 若不传法化众生 毕竟无人报恩者 他说 一花大仙抄过消息理解 这个师父是讲过意的 后来我就去查他的出处 这个解纵 原来是出自我曾观大师的 那个化验经书里面的 他的言文就是这样 前两句一样 后面那句有点不同 他说 又不传法利众生 他说 师父是这样说的 他说 若不传法化众生 他的言文是 若不传法利众生 是利益众生 他的法是度化众生 毕竟无量报恩者 那怎么继续呢 这个下去还有 怎样呢 先叫做报恩呢 唯有治理理人 疑传修行 这样才可以报佛恩 我们可以报佛恩 要什么 治理理人 师父曾经说过 他说 譬如暗中保 暴灯不可见 佛法无人说 虽会不能了 所以要多问 欢集 学法呢 就要多些听法师的开线 所以师父的徒弟 那些人呢 都是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听到 人家听到 你是创工的徒弟 他们都会说 是啊 你们的特点就是 很多人都会去佛学院 每个人都在旺洋佛法 和大家分享佛法 我不敢说旺洋佛法 但其实这个就是师父的指向 师父 你被剃头 你一剃头 他不断地提醒你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就在师父不愿的提醒之下 一开始就会一路向这方面的留意 和师父亲自给我们很多机会 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想 人家估计不是说一定要开 才出去说的 我又很害怕说错 说了一句是什么 那个野户线 不怕死的狐狸 只有一只字 所以很害怕 很害怕 我经常告诉师父 我还没办法 我还没办法 师父曾经试过 一天一朝早 打了二十几个电话 打我手机 都要叫我 很简单 叫我去严明治白军仔 拿一日 派一日或者半日给我 我那时候有一陣子 去了参学 入门 担着我都没开悟 上四基 推入师父 师父说 定存了 我不是没有讲经 我不是没有形容 但是你不可以不出来 因为你受了这么多的信尸 七年 他说的 我是七年学院的信尸 你一定出来要讲王阳佛法 我说师父 师父 那些人都抨击我 好高无怨 好卫人师 是吗 是啊 因为我真的是 都是懵懵懂懂懂 我自己都没开悟 师父 你给第二个 你给第二个去做 但是师父是 坚决 都是要 我一年半夜或者一夜 那后来是师父 师父 师父很多次 两三次 几年 中间 所以 我就屈服了 师父一打电话 他通常都是先给我选的 因为他知道我 我那里比较招职 一会有这个时间 不可以 那个时间不可以 所以师父就说 那你先选了 你先选了 我给第二个了 好感应 他特意给我们的机会 栽培我们 所以真的会这样 师父的理念就是这样 一边要荒阳佛化 这样才可以报到佛音 我们荒阳佛化 等于师父等等相传 师父接了他老和尚的灯 又将他灯传给我们 我们又传给合约 等等相传 这样佛教才会兴盛 当然 旺扬佛化 其实都会有 大家知道是个因缘和合 除了外服务 但最重要是要 法师 那么法师 除了栽培 我就会要求 我就会拦 做法师 有什么基本的要求 旺扬佛化 有什么要求 除了开悟 开悟 现在很难 就找到这个 文明大师的 万善同居集里面这么说 但见解不明 连太佛三 应该就是这样 虽为他人 但化光归自己 就是说 你就可以自理离他 这个自理离他 不单止是对人 叫做开赌人 其实最终是离自己的 接着呢 又报到佛音 这个又很重要的 我们师父最注重的 要报佛音 怎么才叫做法师行呢 全词法宝 全 还有词 词 词是有五种法师 五种法师 哪五种 修词 读诵 读诵 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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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诵诵 诵诵诵 唱法大书、借轮释经书死,作文解义这些都是书死 然后翻译大书,维他说,维他说就是广行经咒,广经书演义 其实智子大师觉得作为一个法师有什么?智行法师和化汤法师 这些都是大书法师,是化汤法师,智行法师都要收这五个内容 但是这五个内容是智行,只是给自己买,这些是地址法师 如果有心做黄经书法师的话,就要有智行卖用化汤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用于师傅的要求 那智朝老和尚对这个,又不存化化众生,不景无能,报冤者 因为我说报冤是报种种冤,除了我们所说的四冤之外 还有天地的冤,日月的冤,这个是正报法,医报都要报 生报的冤,突然来很简单的,每天念念佛讲讲法 都算是犯法的法师,都可以报到种种冤 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我们未开语都可以做到 念念佛讲讲法嘛,我们不是说那个开语的法嘛 我们语字佛陀的,我们所听的,所闻的,来转告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像又可以做到 这样都是叫做报佛因 所谓的报佛因就是王化,下马尼生 那法菩提三呢,上靠佛道下化众生,王化尼生 大德就说自己未到,要能到人 王化尼生呢,我们估计千多二千年来 他说都是有传这种 都要天龙八卜推出来才能够成人 现在呢,末化时代要等到多少 要这样斬子,被天龙八卜推出来 少之又少,是吗? 那其实呢,师傅说 勸完佛童呢,行一行,食一断祭 都是道化众生的方法 这个又个个都做到的 在家出家都做到,是吗? 这样就不需要出天龙八卜 我们继续看到,你就会发觉呢 其实师傅是大包抄的 有内户和外户一起这样说的 他说化菩提三,王化尼生 那师傅怎么说呢? 他说以前呢,就说必须天龙八卜推出来的 但呢,他师傅就认为 任何人都可以发菩提三的 我说大家,你我他,你有三 大家都可以发菩提三的 如果你碰到其他人呢,有痛苦烦恼 现在痛苦烦恼的人很多,是吗? 你碰到人家有痛苦烦恼 你要教他们什么?阿弥陀佛 很简单的嘛,是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就可以消灾免难了 嗯,大家呢,不妨试一下 你邀请朋友呢,来到佛堂呢,拜佛呢,勸他 你归于三堡呢,你这样都是发菩提三堡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着,帮助着 荒养佛花的,是吗? 是吧?离生的一些事业的嘛,是吗? 是吧?你给了人家一个门户的嘛 我想起自己呢,当初呢 都是由这样行进来这个三堡的大门的嘛,是吗? 所以,为什么发花精华呢? 宣言来来,证经来听法呢 原来那个功德呢,比几多几多的七堡去共用 一起众生,更加的属性 哦,那都有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你教他呢,归于三堡教他呢 来亲的三堡呢 你就在他人生之中开了一条门 有三人,或者宿舍有圣经的 他自己就会走进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后来呢,可能他真是会医治这个阿弥陀佛 得解脱哦,是吗?成佛哦 那你又多道了一个,是吗? 中一个众生推向成佛 几有功德的事,是吗? 这个事是很简单的,个个都做到的,是吗? 这个就是王法离生哦 所以出家而做呢,大家呢 咦,王法离生会几样? 出家叫做什么? 王法是家暮嘛,是吗? 不只是宿地,是主宿 做晚货才是家暮 但在家而中呢,是外户 在经济上支持建志明啊 支持出家仲,好像你们那样 支持人家王经,王法离生 是吗?这样这个都是 或者是听法都是 间接呢,就是给了这个王法离生 就是佛法呢,就是兴盛了 是吗?所以大家一起 所以这个功德呢,这个利益呢 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好,无分彼此的 那所以师父又教导我们 要真诚,要有智慧 要有良度,要有空间 师父在世那个时候 到现在都是我每个礼拜天 都是天太精神念佛的 那经常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吃饭呢 就会和师父同体吃饭的 我们念佛嘛,念余饭呢 急急脚就又回来 吃饭,急急脚回去 所以师父只是吃饭那段时间 才能亲近到师父 师父才会开始的嘛 师父都跟我讲了很多次的 你想去开智慧呢 你要三大,三大,两大,你元大 师父怎样才会元大? 他说你花月,王化地生 这样就叫做元大 总之我从外面到外面到外面 师父都整天都在我身边 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然后师父又说 学会要有灵活的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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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不是坐在那儿像木头那样 不是哦 原来是身体是不同的 但這句三是活活活活的 因為你心事什麼念佛都是 你修的是什麼 心地化碗的嘛 你不要只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像那個念書給你念斷 都是差一點的功效 你都要活活活活的 因為怎樣呢 我們始終都是要成佛 要叫出我們的佛城出來的 有點累 為什麼我要演出三個柳和尚呢 這個就是我的原因 師傅說的 好像中國佛教徒 不可以做這些社會的福利事業 以前 為什麼呢 不可以拿著上租出家人的財物的錢 來給在家人用 為什麼呢 去辦的學校 辦醫院 安老院 孤兒院 這些是不是教者的對象都是出家人呢 但這些其實就是悲田而已 其實我們要修復修會 我們福慧居足才可以成佛的嘛 你有敬田 有福田 都有悲田的嘛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修復的 其中尤其這個社會呢 尤其戰爭時代呢 更加需要教制這個社會的嘛 師傅就覺得呢 如果拿著社會的資源 原地捐利的錢嘛 都是社會的資源嘛 但教制還不給那些社會的貧困大壯 他覺得這樣是應該的 所以他說自己是革命和尚就是這樣 這個呢不是他不守戒 其實是我們要開源的 做個揭幕就可以用的了 所以師傅又是拿出那個菩薩道的四攝法 來講 布施愛以利行同事 來修復道 最記得我剛剛出家的時候呢 尤其去了陽光讀了書呢 收了戒 我收大戒之前是收蝦戒的嘛 我們那個時候是對自己啦 那學校對我們都要求很嚴格 我們不讀行等等 那師傅和前五 師傅其實他不是不提倡的 但是呢 他就很驚訝我們就被慈戒綁了 變成不是利他 是子利而已 所以呢 那時候他經常都在我旁邊 雖然我每次回來呢 他都配合我的 每次跟他打電話說 老學生回來了 哦 你要幾點鐘 你可以遲到幾點鐘 因為我們師傅過五個時間 有太子國天問題 有不斷的變化 我就告訴師傅 我可以遲到幾點幾點 那師傅就馬上打電話給慈師 因為那時候我們住在學識精神 慈師是最大的階段 他又被慈師 我都沒到幾點死 他就打給慈師 哎 定存回來了 你們呢 又要改變那個攝飯時間了 下午呢 幾點幾點鐘 11點3就要供佛 11點半就開始攝飯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11點9嘛 才供佛的嘛 幾十年 所以我那時候經常被人罵 罵得我都不敢出聲 我跟師傅說 哎呀 師傅 我們通常第二天就去頂你師傅 我就跟師傅說 哎呀 不要緊師傅 你們照你們的時間 我呢 今天不吃飯 師傅說 你不吃飯吃什麼 哎呀 我帶了麵包 他說你天天吃麵包 笑死了 所以呢 他的和尚呢 真的 他呢 不只是說而已 他呢 打了可以到那段時間 我們還是在外面呢 我們還是 他的煮飯都沒煮好 他真的也真的衝下來 然後我又留下了衝來 自己去過誦 共誦 接著呢 又吐火燕 叫我 我們是來過誦 個個都是沒習慣了 他自己去烤鐘 他都因為他習慣了45分才烤的嘛 什麼 15分就烤的了 呀 個個都以為烤錯 師傅親自去烤的 怎麼會錯呢 師傅就站頂頂在那個位置 就叫我打木魚 我們兩個打完 他們馬上就吹平 快點快點 拿出來 人家都還沒煮好的 他們都叫他們全部搬出來 他們跟我們對面吃飯不理他們 搞得我那時候 我真的很笑 告訴師傅 哎呀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但是師傅說 你一餐不吃 你不休息 親餐不吃 是的 你今晚又不吃 不吃得了 是的 所以你又看到我們師傅的慈悲 那個大化委的時候 到共佛的時候 我們想像和尚 佛都未共完 和尚都未吃 我哪敢吃 是的 所以我都站在那裡想 我今天不吃了 怎知道師傅就這樣連溫轉頭 站在那個和尚委 連溫轉頭 瞞著我 還不走 連溫轉頭又瞞著我 還在 然後慈師就忍不住了 哄我 你還不走 你還不走 你不走 師傅都沒有安定 你要走去哪裡 要去離開那個化委 先去搬點東西吃 我又離開了 又不敢去搬東西吃 是不是 我哪敢呢 不敢去搬東西吃 師傅又會暗中叫人家 叫居士 你去拿給他 我就躲在房間 你拿給他吃 他們會送給我吃 所以在師傅的護持之下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餓過一親的 我那時候在學校 可以說我們外參的時候 我們經常試過沒有吃飯 沒有吃的 所以我那時候胃很差 現在胃都不是很好 過了一小時 我們就不吃了 不吃了 就只是喝管水 所以要到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一出波 有時一忙 真的都是不飽的 下午又沒時間吃 就隨便吃兩口 所以師傅心疼 所以一回到 每餐都被師傅 他說了很多次很多次 都告訴大家 一定要給他們二十至半個小時 最好是半個小時 給他們慢慢吃 還要叫我吃慢一點 你慢慢吃 要吃飽 吃那一餐午餐 我老婆 我想多慈悲 我想去想去 真的 我說師傅 一餐兩餐吃不飽不要緊 我這樣跟他說 不行 你知不知道 我老婆 老或師以前也是這樣做 廣經時是拿著一個談券 一邊講 一邊談 遺孫 是不是以後都跟他一樣 我問師傅 哪有能力去做廣經呢 原來老或師傅 老或師傅 經歷幫你切想到很遠的未來 到現在我都很感恩師傅 有些人說師傅好像不太喜歡他徒弟持戒 這個是錯誤的說法 我可以親身證明 這個絕對是錯誤的說法 師傅其實是很護住我們的 他很開心我們持戒 只是有些擔心他沒有條件給你持 他就是這樣的想法 在師傅的學法文答裡面 我們就看到其實王庸正法是自理理人 這個他還說了一個例子 就是正空老和尚 他第一次師傅說這個例子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是哪一個 他說他很有名的 就是正空老和尚 他說人家說他活到45歲 但是他後來出家王庸佛法 福就越來越好 王庸佛法就消業障 福就不斷地來 他現在不單止壽命延長了 你看他王庸佛來生需要大量的監情 他每一次不用非常囂張 就為王庸佛的經費 就自願有歸史去支助他 這個就是真的 我們有真認真事的看 這個其實師傅不是羨慕 或者想什麼 他是想鼓勵我們 他師傅跟我說了很多次 但最後我看這個學份文端 我先看清楚他是說誰 也是真的 我們看到人家 周半化都幾億 不用說都是自己 不用任何條件都說 是捐給你 為什麼呢 師傅裡面有說的 因為他沒有私心 正空老和尚沒有私心 也沒有貪真心 他堅備他多少 他真的用去王庸佛法 人家罵他什麼 他都不在意 可能你想做一番事業 就要具備這樣的空間 和這樣的氣質 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 我們這個主題 就以詩字為紀字 詩字是什麼呢 我們師傅的志向 包括我們釋迦牟尼佛的志向 是什麼 他又不是經常叫我們 要王化離生 在每一部經的後面 劉通歡 都祝福他的弟子 要王化離生 要依教奉行 所以他和他的弟子 天龍百步等等 都依此易得解脫 正性果 我們師傅都沒有利害 包括師傅的師傅都沒有利害 他們都非常注重王化離生 如果不是他們會不會 老和尚 扮了這麼多的佛學院等等 因為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戰爭的環境之下 其實是很艱難的 要聚集這些人 在這裡讀書 請老師等等 修行 其實是一種非常艱難的 包括和自己自修 自盜地 關門來自己修 相比是爭太遠 這個淡子來說 是重很多的 但他們都是一直這樣去戰行 為了佛法應成 師傅有他的師傅 傳到這樣的紀念 然後他就這樣教導我們 這個就是學識精神的露台 我們的大典 婆婆娜娜娜的大典 就在後面 站在那裡通過門 大典 就會看到太陽 朝早的太陽就是 有這個竹 在那個空間裡面 剛剛有的 那個竹是這樣溫的 溫的 是互然的 這個角度看不到 是互然的 太陽就是有的 那個星上來 軟淡淡 哇 那個景 真的很美的 很給人家信心 對我來說 我是剛剛出家的 那個 很烈根的一個我來說 我低筆的我來說 那時候真的 很開心 很開心 也很誠意的 我很開心 很誇氣的 很誠意的 又是 自己告訴自己 哎呀 我沒有拜錯師傅 哎呀 我在這裏真是對的了 所以師傅要叫我去 學校園 去書 我挺害怕的 考慮了幾個月才同意他 一同意他師傅立刻很開心 即時打電話 可不可以經我返回 立刻去安排 結果呢 我都叫做不復師傅 我都讀了七年了 畢業 我那時候就在委託佛三年前發現 我一定要畢業才回來 我因為我那時候 身體不是那麼好的 我說我知道 我很難堅持到畢業 但我一定要畢業才回去 除了呢 我四天在這裏 在台灣 所以我在那裏經歷了幾多病毒 我都讀了小醫科 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後來真的讓我堅持下去 最後都是發起充滿 得到畢業才回來 回來呢 只是一個開始 人生之路 旺漫發化之路 智利利他之路 就剛剛開始的一個起點 到現在呢 都是一步一步的 劍步行步 慢慢地走 但是呢 我們大家知道 這次的主題呢 我想我給大家聽的 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這裏 為了旺化離生呢 才能夠報佛恩 師恩乃至一切的恩 那旺化離生呢 你有能力呢 你見解不妙啦 你那個臉蓋佛三啦 這個是大法師的要求 作為成為一個王經演化的 一個大法師的要求 這個都是我們的目標 那我們就要怎樣 要更加尊重的解行病種 不只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們還要深入去理解它的種種經論的意義 所以這個是要去學習 活到老 學到老 那如果有能力呢 這些傳遲法寶啦 等等這些翻譯大省啦 廣衡經驟啦 你可能會說 我們現在呢 不需要翻譯啦 是嗎 我們的祖師 歷代的祖師已經要 包括我們翻譯了很多啦 我們現在理解就可以了 不是喔 你還可以 很多人都發大心 將我們漢傳的大眾經 翻譯了什麼呀 越南文啦 等等啊 因為我們雖然有 仲傳的佛教 有漢傳的漢文的佛教 有那個巴黎文啦 巴黎仲啊 泛文啊等等 但是呢 有很多呢 都是未翻譯的 有能力呢 就可以發這樣的願 沒有能力呢 我們就在自己的基礎上 慢慢增上啦 老和尚所講的 每天念佛啦 講講法啦 啊 這個都是幫助王法來生 甚至呢 你可以勸人來歸於三寶啦 來聽經文法啦 來支持聽經文法啦 這個都是幫助王法來生 是嗎 都是 自己都是在推動這個法輪的 後來這句呢 是我加上去的 你無事 宣揚戰法的道場 和法師呢 勸人一起去聽話 啊 這裡功德都沒有了 啊 這個都是幫助我們戰法的 流通啊 法輪的上傳啊 就希望大家就多多些 發生啦 在自己的位置上啦 那我們就可以盡我們的能力 來一齊推動法輪 這次的那個工作呢 我們就講到這裏 那最後我們做個維香 請合正 願與此功德 願與此功德 普及與一切 普及與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善佛道 皆共善佛道 阿彌陀 我們來說 那次請不分享 這個工作中 就會分享 我們從來 簡單的事 我們也幾乎 做一個工作 我們還是在我 我們還是來 我們還是來 我們還是去